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神秘的水晶 古代祭祀的遗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神秘而又闪闪发光的话题 水晶 没错 水晶不仅仅是你在珠宝殿里看到的那些闪亮的视频 他们在古代祭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水晶们的光辉岁月 首先 让我们回到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 古埃及人 玛雅人 甚至中国古代的道教徒都对水晶有着浓厚的兴趣 水晶被认为是连接人类与神灵的桥梁 古埃及的法老们甚至会在他们的墓穴中放置水晶 以便在来世中获得保护和指引 想象一下 法老们在冥界中用水晶打麻将 真是个有趣的画面 在古代祭祀仪式中 水晶常常被用作祭品 象征着纯洁和神圣 比如 古代中国的道教徒会使用水晶来制作法器 认为他们能够驱邪避碎 帮助人们与天地沟通 可见 水晶不仅是装饰品 更是灵性工具 就像现代人用手机来沟通一样 只不过 它们的信号是来自于神灵 有趣的是 水晶的颜色和形状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比如 紫水晶被认为能够带来智慧和灵感 适合那些想要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 当然 光靠水晶是不够的 还是要好好复习哦 而黑药石则被视为保护石能够抵挡负能量 适合那些在职场中与负能量同事斗智斗勇的人 当然 水晶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外观和象征意义 还有它们的神秘力量 许多古代文化相信 水晶能够储存和传递能量 甚至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想象一下 古代的医生用水晶来给病人充电 这比现代的电疗还要神秘和有趣 最后 水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受到热爱 许多人相信它们能够带来好运和积极的能量 无论你是信仰科学的理性派 还是追求灵性的浪漫派 水晶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你带来启发和乐趣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水晶时 不妨想象一下它们在古代祭祀中的神秘角色 或许它们不仅仅是装饰品 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与这些神秘的水晶建立起更深的联系 或许它们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和好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消失的画作 艺术家之谜的揭示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神秘又引人入胜的话题 消失的画作 艺术家之谜的揭示 在这个话题中 我们不仅要揭开那些失踪画作的面纱 还要看看这些艺术家们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最著名的消失画作之一 达芬奇的《圣无子》谭起 这幅画作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掠夺 之后就像一位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艺术家 消失的无影无踪 有人说它可能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 或者被某位富豪的私人收藏所掩埋 想象一下 如果这幅画作真的在某个地下室里 旁边还放着一瓶意大利红酒 那画作可能会自言自语 我可不想被拿出来 太多人想看我了 再来看看另一位艺术家 文森特 范高 她的《失落的画作》系列中 有一幅名为《海边的女人》 这幅画在范高去世后不久就消失了 至今下落不明 有人猜测她 可能被某个不懂艺术的收藏家 当成了壁纸 或者被一位热爱海洋的女士 用来装饰她的海边小屋 想象一下 范高的画作在海风中摇曳 旁边的女士却在抱怨 这幅画怎么总是让我想起我那位不靠谱的前男友 当然 萧氏的画作不仅仅是艺术品的失踪 它们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故事 例如 许多画作在历史的洪流中被遗忘 或者因为政治原因被销毁 比如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就遭受了极大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 它的存在是对当时政权的挑战 想象一下 毕加索在创作这幅画时 可能会对这话不说 我只是在画画 为什么你们要把我当成政治家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 为了保护自己的作品 而选择隐匿的艺术家 比如 某位现代艺术家 为了避免作品被误解 干脆把自己的画作 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甚至给他们起了个代号 想象一下 这位艺术家在和朋友聚会时 神秘兮兮地说 我有一幅画作 藏得比我的秘密还深 总之 萧氏的画作 不仅是艺术史上的一部分 更是人类情感和历史的缩影 它们的消失 让我们思考艺术的价值 历史的变迁 以及那些在背后 默默付出的艺术家们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这些消失的话 作有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你们 在未来的艺术探索中 能找到那些被遗忘的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被遗忘的战役 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当然可以 让我们来聊聊那些 被历史遗忘的战役 它们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小石子 虽然不起眼 却可能在某个时刻 改变了整个河流的方向 首先 我们来谈谈阿尔比战役 Battle of Albee 这场战役发生在1209年 虽然它在历史书上 可能只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 但它却是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 目标是消灭卡塔尔派 卡塔尔斯 这个被视为异端的宗教团体 想象一下 教皇派出了一支军队 结果却在南法的阳光下 与一群信仰不同的人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就像是现代的宗教真人秀 只不过没有人能赢得奖金 反而是生命和信仰的较量 再来看看巴尔干战争 Balkan Wars 这场战争发生在1912年 至1913年间 虽然它在一战的阴影下 显得微不足道 但实际上 它为一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想象一下 巴尔干半岛 就像是一锅正在煮沸的汤 任何小小的火花 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爆炸 结果 巴尔干国家之间的争斗 不仅让他们自己受了伤 还把整个欧洲 拖入了战争的漩涡 历史学家们常常说 巴尔干半岛是火药桶 而这场战争 就是点燃火药的火柴 还有一场被遗忘的战役是 普法战争中的瑟当战役 Battle of Sudan 发生在1870年 这场战役的结果 直接导致了普鲁士的胜利 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 想象一下 拿破仑三世在战场上被俘 回到巴尼时的表情 简直就像是被迫参加了一场 不想参加的派对 结果却发现自己是 唯一没有带酒的人 瑟当战役 不仅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格局 还为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铺平了道路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 马尔维克战役 Battle of Melpacay 这场战役发生在1709年 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 一场重要战役 虽然这场战役的胜利者 是英法联军 但他们的损失却是惨重的 几乎让人怀疑胜利的意义 就像是你在聚会上 赢得了最佳舞者奖 但却因为跳舞太激烈 而扭伤了脚踝 最后只能坐在角落里喝饮料 这些被遗忘的战役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 可能被淹没 但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 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历史就像一部复杂的交响乐 每一个音符 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引发共鸣 希望这些故事 能让你对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你在生活中 能找到那些 看似微不足道 却又至关重要的音符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分享 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既有神秘的水晶 又有消失的画作 最后还探讨了那些被遗忘的战役 让我为大家简要总结一下 今天的内容 首先 我们探讨了水晶在古代文化中的重要性 它们不仅是装饰品 更是连接人类与神灵的桥梁 接着 我们揭开了消失的画作背后的故事 发现这些艺术品的失踪 往往隐藏着更深层的情感与历史 最后 我们回顾了一些被遗忘的战役 尽管它们在历史书上 只占据了微小的篇幅 但却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深入分析后 我想说 水晶 消失的画作和被遗忘的战役 都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它们让我们反思如何看待过去 以及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 就像水晶的光芒 照耀着古老的仪式 消失的画作 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 被遗忘的战役 则提醒我们 每一个小事件 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变化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内容是不是让你对这些主题有了新的认识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这神秘的世界中畅游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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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